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F16戰機是不是能延長這個滯空的時間 現在有一個說法 是說我們有意要向美國施租 民間的空中加油機 那空軍這邊說是持續評估空中加油機 需求目前並沒有承租的事宜 不過這個施租可能要麻煩您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這個所謂的以租代購加油機這行得通嗎 可行嗎 其實根本沒這個需求 我今天假設是要反攻大陸 我就要加油機 要把航程延長 到太平島一下 太平島現在可以去 問題太平島你根本守不住 我講句話 你這個加油機是給作戰飛機延長的對不對 那加油機通常你在什麼狀況下加油呢 假定是說作戰中間 你一架加油機後面拖三架飛機 你是不是最脆弱的時候對不對 因為你要保持隊形嘛 保持一定的航速跟方向嘛 敵機過來一下就把你四架都給你幹掉了嘛 所以加油機在台灣跟這個上次 前一次節目裡面講的C13洞 我們現在沒有散兵了嘛 那台灣這麼短的距離裡面 地面運輸都可以了嘛 問題就是說台灣現在有個毛病 很喜歡趕時髦 離烏挖美藥什麼都要提一提 我真的也許我軍事常識不夠了 我是不知道我們買加油機來幹嘛 你作戰是吧 不是我們從來沒動過念頭 不是現在我們的推算 我們空軍可能第一級之下就沒就起不來了 因為跑道被炸機庫被炸 我們那個機庫防彈的那個厚度並不高的 很容易就會被摧毀 人家第一部的火箭 密集火箭攻擊之下跑道碎了 你飛機是完好在那個加山洞庫裡面 可是出不來啊 那你這個加油機買回來給誰加呢 而且剛剛我在問 就想這個廖老師可以補充 就是說這個施租它是租空勤人員跟飛機 那除了飛機之外 它還是有什麼 是由美國的人在操作 是的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它遭到攻擊的話 不就是美國遭到了攻擊嗎 是 所以保險費要很貴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有一種 例如說美國有一些船艦 我們不買 只租不買 那美國也有 歐洲也有發生過這種事 他們也有跟 像過去英國也有跟法國駐航空母艦 類似這種情況 就是說我自己的生產還沒有出來 但我需要 我就先給你暫時使用 如果你這段時間空窗起的時候借我用 那我付租金給你 這個是過去是曾經有過的這樣的事情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你今天你台灣 我覺得算量已經講得很清楚 你今天如果說您講的失租 也就是我對於你的空勤人員 你的飛機我全部都租 那一旦在作戰的時候 那他們本身的這個風險升高了 因為他們等於是介入戰爭 可是他們又不是軍事人員 他們是民間的人員 例如說我可能是軍中 原本是飛空中加油機的 我退役了 我自組公司 我組了一個民間公司 我在經過美國政府的同意 我把我的這個民間公司 我轉租給台灣 那問題就在於 如果說兩岸交戰的話 我還可不可以提供這個服務給你 那他還要飛嗎 就是這個美國的服務 他還要飛嗎 是他在操作啊 是兩岸交戰的時候 那他能不能提供這個服務給你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那因為美國政府也可能會禁止 那如果美國政府同意的話 那等於美國政府就 他的公民就暴露在 被解放軍擊落的這個危險 對 這個就好像我們台灣有個大兵 跑去烏克蘭參戰 那我後來據說戰死了 我很生氣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 我們應該要阻止這位台灣人 跑到烏克蘭去參戰 因為這個會讓台灣去捲入這個 像韓國他就勒定 他的那個網紅給我回來 不然我用刑法來辦你 然後那個網紅就乖乖摸摸鼻子 就回到韓國去 還要被處罰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國家避免我的公民 捲入這個另外一個 國家之間的戰爭嘛 那同樣的道理 對美國人來說的話 他到時候可能會停止 他會禁止這個人 對 去操作這個飛機 不讓他飛 因為美國公民 如果被中國的解放軍打死的話 那這個仗怎麼算呢 對 我想到斯珠的一個理由 因為你作戰的時候 加油機是不會來的 因為太脆弱 因為飛機速度又慢 對 人家警告你 你還不停 他就去開火把你幹掉了 我們斯珠可能有一個目的 我們還有六十幾架F16V 要從美國回台灣 以前是由美國軍方給你加油 對 對不對 說不定我們現在可能 charge的錢太貴 我跟明年租這個加油機 說不定便宜啊 唯一的用處嘛 你還有六十幾架在國外沒到貨啊 那你每一架都不是用船運啊 都是從加到八次油才回到台灣啊 可是我們台灣的飛行員 有這個空中加油機的能力 就是我們的飛行員 當初在美國受訓的時候 他們本身 接收加油機的能力 對 有這樣的一個課程 有科子木 所以我們的飛行員 在美國受訓 他們事實上是在空中 跟美國的加油機 有這個銜接的訓練 所以我們的飛行員 具有這個空中加油的技能 但是我們沒有空中加油機 沒有開空中加油機的 對 我們沒有開空中加油機的 這個飛行員的能力跟技術 我們沒有 紅色浪潮不見了 現在是變浪花嗎 這個你現在 現在呢 目前看到本來以為說 是不是空通通的一片 那麼共和黨真的是 能夠取得比較優勢的領先 不過目前看起來呢 眾議員也沒有錯 我們看到目前是 共和黨199席 民主黨173席 誰先拿到218席 那麼誰就是贏定了 可是在眾議院之外 大家更關注的就是參議院 因為參議院 是被認為比較呈現拉鋸的 果不其然現在目前看到是 48比47 可是領先一席的 卻是民主黨 所以你說拜登在這個時候 他會鬆一口氣嗎 現在目前當然我們再把這個圖 放大來看 目前最新的即時戰況在這邊 最新的計票統計 我很快的報給大家聽 你看現在目前呢 當然有幾個關鍵州 那麼到目前為止呢 其實在目前內華達州 還有 對大家現在目前看到呢 是粉紅色 那麼這主要是因為 目前看起來還是共和黨領先 可是呢49比47這個差距是非常的小 所以還很難說 除了內華達之外呢 來我們再來看這個是亞利桑那州 這個也是非常拉鋸的關鍵州 那麼現在看到的是 民主黨的部分呢 是領先是51.9 可是呢你看他的票 現在目前還開不到七成 所以是不是真的是能夠穩定的領先 也是很難說 那麼再過來呢 其實再往這邊看 喬治亞州 這同時也是另外一個關鍵州 那目前看起來呢是 民主黨的部分是領先共和黨 可是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州呢 我們要繼續來看的是 來賓州 賓州呢 其實這個票是已經開出來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翻盤州 大家知道其實呢 本來應該是共和黨認為 應該是可以勝選 但是沒有想到 是由John Fetterman 由民主黨拿下 所以現在呢大家就說 這個才是關鍵的一戰 可是民主黨贏得了這一周 那是不是真的就是真的贏定了呢 好威斯康金州的部分呢 我們也看一下 這個部分現在目前呢 也是大家所關心的一個拉鋸的部分 那麼現在看起來呢 是不是共和黨比較有勝算 目前看到是一個淺紅色 好看到這邊呢 我想先來請教這個賴老師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拉鋸 也蠻緊張的喔 那你看48比47 大家都在屏息以待 到底會開出什麼樣的結果呢 賴老師 我覺得民調的預設 還是有相當的準確度 跟參考性 因為本來到最後的時候的封關日 大家看出來是說 參議院評分秋色非常的緊張 然後共和黨略見優勢 但是賓州是一個賓家必爭之地 這個是我們也看到的三位 這個前任的總統 還有現任的總統 都趕到賓州去廝殺 不管是歐巴馬也好 或是拜登還有川普 都趕到賓州去啊 那當然現在的情況 是賓州 這個民主黨贏得了賓州 那剩下三個州的情況 坦白說目前來講 共和黨輸了一席 可是問題是後面還有幾席 所以我覺得在參議院這個部分 本來大家就說已經是非常緊繃了 那眾議院這個部分 大家比較估計就是共和黨會贏 但是贏多少的問題而已 那目前來講看這個趨勢 還是朝這個方向再走 共和黨贏 現在好像沒有想像中贏的那麼多 沒有想像中贏那麼多 但是還是估計 還是會朝贏的方向走 那這個也跟民調做出來的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到了最後一種情況 也就是說民主黨兩院都贏 這個我們本來就估計 這個可能性是最小的 那目前看起來也比較朝這個方向走 另外一個是民主黨兩院都輸 那當時的一個估計就是說 這種情況也可能存在 但是呢機率是低於一院贏一院輸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以目前來看的話 就看參議院參議院如果民主黨贏回來的話 那或者是打平手就是50對50 那還是維持原來的民主黨的現狀 也就是說由副總統來做最後的一個決定 那這樣的話對於民主黨確實是有利的 但是如果說輸掉了這一席的話 那情況就當然就轉變了嘛 那我想不管怎麼說輸掉一院拜登就麻煩 這是我們當時在昨天我們的評估中 只要輸掉一院拜登就麻煩 現在看起來如果按照目前開票的情況來看 眾議院民主黨輸的可能性比較高的話 拜登確實就變得麻煩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ZTI714 享有折扣喔